今天不僅是世界環境日 也是中国环境保护法确定的环境日 今年我国环境日的主题是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化觉 正在中国大地铺展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改善空气质量速度最快的国家 中国还积极推动全球绿色转型 为世界环境和气候治理做出贡献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数据显示 过去十年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 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%和80% 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 中国制造中国工程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需要世界共同呵护 我们需要保护绿色 但是不需要绿色保护主义 绿色保护主义创造不了绿色的未来 我们期待国际社会携手合作 共同努力 让地球蓝天涌住 青山常在 绿水常流